有一個很放浪的人 應該說他是一個不敢談戀愛的人 所以他才會讓自己這麼放盪 然後他只有肉體關心 沒有情感關係 我覺得這一點跟我的挑戰蠻大的 就是我的角色是不談戀愛 但是只談別的事 比較有私利交流 對對對 但是也因為現在 我跟很多的客戶這樣的難過 然後我們每次拍完 我們就一個一個介紹給他電影 所以我算是第一關 幫他篩選 我連私底下都在幫你搖搖搓 找了兩季了 我什麼樣子的男生都介紹給他了 還是沒有辦法滿足 約出來吃飯 連以等等 活的 活潑的 不是我都活的 害羞的 好害羞的 到目前的位置 其實沒有辦法玩 當然我還 因為我很開心 因為接下來 想要沒有錯的話 後面第三季 再來規劃當中 我們希望 努力 對 對對對 然後把瑤瑤 跟何百瑞算出去 好不好 讓你戲劇跟人生 跟人生 哈哈哈 你把他講話 哈哈哈 其他戲就是 應該跟不同的男生對戲 就是聽起來算尺度很大 但其實沒有看到 是那個很裸露 或什麼樣子 可是我會去很多不同的場景 做很多啦 對 比方說有一些 可能我的對象 就是想要控制 然後帶我去點餐 或什麼 然後我就以為他 然後在草地下做一些熟悉 我覺得很天真的說 哦好啊 這也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挑戰 還滿好玩的 為什麼 哈哈哈 就是沒有吹鼻子嗎 或是一直在 不學習 然後 那種什麼 西巴的地方 西巴的地方 對 就是有一些 我覺得很有趣的點 就是說得好玩 然後就跟他有差 你跟何百瑞一樣 要多挑是不是 對啊 而且我從來 就有看過一部 看那個那個 西巴的地方 幫我接超級 哈哈哈 他們有帶我一起 然後我那天 去當什麼 你知道嗎 我那天當潑華記 就是 讓氣氛愉悅一點 不要那麼尷尬 應該是這樣 後來那個也 而且對方條件 其實是不錯啦 對方條件很好 我為了他的家常 你知道嗎 XX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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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們的房間 舟 我們